所以佛给我们视线 真是亲近平等到极处 这是我们应当学习 只要能学习佛这种生活方式 没有一个不成就 烦恼容易断了 你都能放下了 你就很容易成就 人一定要立志 残疾的人员也成佛了 残疾人员也能在世间教化众生 人家更佩服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过去有一个残疾的同修 住在洛杉矶 他学算命 算得非常好 他都替我算过 那么他还有个同学 夏锦山 夏老跟我同年 现在在北京 他专门学看风水 他们两个是一个老师 一个学看风水 一个学算命 都很有成就 都很有成就 在美国也有相当的声望 那么他学了佛之后 我在洛杉矶讲经 每一座 他从来不缺席 他做轮椅 他太太的时候帮助他 没有一次缺席 学了佛之后 他就弘法了 就给人讲经 在我这里听到之后 有人给他算命的时候 命算完之后 他就跟他劝他念佛 就讲经给他听 度很多人 这个事真的是无量功德 那么我们的那个时候 没有光碟 录音带 录音带 录像带 经书 他都拿到家里去的时候 来算命的人都送给他 最后都劝他念佛 念佛才能改造命运 给你算命 命知道了 知道了有什么用 你要能改 什么方法改 学佛就能改 还帮他改造命运 所以我们如果是专门来做 弘法利森的工作 这个算命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 怎么样改造命运 这个才真正有效果 第二个 第二他说 老法师你说过 说佛首先要做到 效仰父母 奉仕事长 做不到 念佛 不能往生 可是 我是一个残疾人 我没有能力 效仰父母 而且我的姥姥每天 都为我服务 我感到很惭愧 应该怎么办 你好好的念佛 学经教 就是效仰父母 就是报答老了的恩德 你将来的时候 虽是残疾 是一个很有用的人 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 不是说残疾 就没有前途了 那错误了 你视线这个像 能够堕花一切种词 第三他说 我一天书也没念过 能不能用电脑 参加你们的佛学院 毕业之后 开个网站 讲经说法 我需要你的支持 我们会帮助你 你只要好好的学 我们在国内 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 你可以到那边去学习 那么我们文化教育中心 现在这个大楼 已经盖好了 最近是内部装修 应该估计是 十月底可以全部完工 十一月就有很多人 可以住进去了 明年春天 我们就可以照生 那我们这个学院 是没有毕业文凭的 这个教育 没有文凭的 是短期教育 专门教导 能力道德 因为现在学校很多 这外国更多 所有学校 去了一门口 道德教育 能力道德 都没有这门口 那我们这个学院是 专门补习这门口 最后是现前补习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道德 这门口 那么我们接受 我们的报名 不是个别报名 我们是用电脑 在电脑上 我们可以筛选 真真有志 从事于这个工作 我们是以 这个学校的老师 为第一个对象 因为他可以教学生 我们找幼儿园的老师 小学老师 初中老师 希望他们学了之后 他可以回到学校里 在教学的时候 把伦理道德带进去 我们来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是短期学校 那么各个社会上 各行各业 我们都替他服务 比如你是个公司老板 你要教你的员工 你可以跟我们结合 我们可以给你 十个二十个名额 你们的员工到我这来接受 能力到的训练 你是哪一行 我们会开那一行的专业 那时间 你们有一个星期 我们就一个星期去毕业 你有两个星期 我们就给你两个星期毕业 完全免费 所以我们要办这种学校 为全国佛物 为全世界佛物 世界其他国家地区 想来学 我们都欢迎 那么我们希望明年春天 我们就可以开阔了 第四个问题 他说我在没有修佛的时候 虽然腿有残疾 可是右腿不痛 修佛之后 这个右腿是越痛越严重 这个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信心 你发大怨 佛菩萨会保佑你 那么这种疾病 我看你这个情形 可能是由冤亲债主 就像五大过世的人面床一样 可是你以功德回向给他 你能为佛法服务 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 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冤亲债主会离开 你这个腿将来可能会佛云 这一位同学 这是从网络上来的 他说佛教对于体细胞和已知疏 正确的看法为何 因为台湾有部分的出家师傅认为 加谋尘体 就是病人身上自己 细胞的细胞核 置换到一个 去核的暖细胞之中 进而启动 配胎 发生 尘世 这个法语处 一个与原先尘体 具有相同 遗传讯息的新个体 杀死 胚胎之行为 不算是杀生 部分的出家人 出家师傅认为 利用这个胚胎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 14天之内 取干细胞的过程当中 胚胎将被牺牲 牺牲掉